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 从这个月开始 我们将提供初期糖尸症筛检 那初期糖尸症筛检的项目 包含颈部通明带的超音过检查 还有妈妈的抽血检查 综合三项的指标 我们会综合的去评估 妈咪生下糖宝宝的几率跟风险 那糖尸症这个疾病呢 在超过30岁以上的妈咪 会有1%的机会生下糖宝宝 那超过45岁以上的妈咪 会有80分级的机会 会有生下糖宝宝的风险 所以原则上来说 都会建议妈咪在初期怀孕的时候呢 在怀孕周数11周到13加6周这个期间呢 那可以来接受初期糖尸症筛检的检查 那如果说您是属于高风险的妈咪的话 那后续还是建议要接受 所谓羊毛穿刺的检查 如果是属于低风险的妈咪的话 后续就是依照医生的指示 规则的产检就可以咯 好我们颈部透明带的检查时间点呢 因为是在怀孕的11到13周 那宝宝的大小也必须要在头臀距 45到84毫米的大小内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检测 那检查时间大约需要15到30分钟 根据小朋友的知识配合程度为主 那这个检查呢 除了看颈不透明带 去做案塔尸症的筛检风险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早期做一些初步的结构性筛检 因为筛检的部分跟染色体异常啦 或者是糖尸症的异常相关性 都有很大的相关连结 那我们就会建议说 你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多为宝宝做这项的检查 我觉得如果早点检测出来的话 妈妈还是可以比较安静 因为毕竟羊毛穿次还是要等到周数比较大 对啊 那如果早点知道结果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比较放心 而且风险也比较不会那么高 对啊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因为毕竟大家都想要小朋友健康长大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还不错的一个检查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推ieat claw przy忘 GLO EARF 抓到视频